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豆蔻 今天要给大家看的新衣服是 三件 汉服 就是我身上的这套偶裙 这套偶裙是杜甫系列的 有比较关注店铺的小仙女 可能就在夜内闻 没看过我写的这个故事了 这个杜甫写的江南逢底归年 齐王宅里寻常见 催旧堂前几度闻 战士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 小时候读地儿时会觉得 哦 落花时节 逢罩的一定是他喜欢的人 但其实 我当时不仅没有粉红色的小泡泡 且心情还很低落 因为他逢罩的是经常在齐王宅里 开派体遇见到 李归年 性别男 歌唱家 因为当时已经不是歌舞生平的盛堂了 所以这个落花时节 并不是表面看起来的那么美好 而是带了一丝繁华的伤感 那一点点飘落的花瓣 藏的不是男女或男男的粉红色泡沫 而是一整个时代的盛衰枯荣 所以这件上耳上秀的 少药啊 小梨花啊 小梨子上的纹样是第二的 中间也是一个花瓣的样子 下去呢 也是秀了这大面积的勺药花 转起来呢 也特别好看 如果上一期有买蓝尾春的姑娘呢 就可以搭配这套衣服来穿 当 像是这样 这样是不是很好看呢 这样的搭配呢 就是很小清新的了 如果你想要霸气一点的话 这一期呢还有一件 将 划虫披风 让我换上给你们看一下 看看背后 是不是很霸气 这件滑虫披风呢是 航朝复联系列的 我在说武则天的时候提到了十二章纹嘛 十二章纹呢是我国帝制时代服装等级的标志 只有天子能用全十二章 像太子啊 亲王什么的只能用九章 华虫呢作为十二章纹的一章 把它削到衣服上 是一种很尊贵华丽的感觉 披风就是要找这种纹样才能震得住厂子呀 其他的纹样像两袖上的梅花呀 去买的这些山石啊 都是非常华丽的 有那种唯我独尊的感觉 可以说是非常的战袍了 所以里面这套衣服呢是很百搭的 可以搭蓝卫春很小清新 也可以搭华虫披风 就是非常霸气的感觉 这个披风真是太好看了 用了清新的和霸气的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件 娘帅的圆领袍 这件呢也是都府系列的 不府写过一首《影中八仙歌》 写了同常八个特别能喝酒的人 就这么短一首诗 聊聊数笔 每个人都栩栩如生 写了谁呢 少小离家老大回到贺之章 喝醉了跌到井里 就直接在井里睡了 唐玄宗的侄子 汝阳王 在路上看到运酒的车子 恨不得跳上去 把自己的封地变成酒泉 对传说酒泉地下全躺着没酒 还有什么像长津一样能喝酒的丞相 一喝酒就喜欢白眼望青天的风流少年 还有常年斋戒心中有佛 确不抵酒意的陶禅诗人 以及写字很需要喝醉的大叔法家张旭 当然在唐朝提到喝酒 肯定少不了我们的李财了 喝醉了之后 天子呼来不上传 啊就问 几人感啊 几人感 所以这件唐玄岭上呢 它的文样是由以上提到的这七个人物 演变出来的文样 比如这个是汝阳王看到装酒车子的车轮 让我来找一找 像一个找不同的游戏 啊对了 这是一个 帆船的帆 是天子呼来不上传的帆 嗯 还有 这个小小的金鱼尾巴 就是影如长巾 喜百穿的长巾尾巴 所以在我刚刚提到的诗里的 那七个人物的异象呢 大家都可以在这件衣服上找到 大家可以买回去之后慢慢探索 但是影中八仙哥 为什么我只选了七个人呢 因为 最后一仙 穿衣服的本人啊 今天的视频就是这个样子了 这次上新的时间是1月31号 早上10点 这些汉服呢都是现货哦 大家买了之后过年就可以穿上了 我会在这个视频的转发评论里 抽一个送666的过年新衣基金 再抽一个送 傲裙 再抽一个送 连领袍 给你们剧透一下我脚上穿的鞋子 好不好看 好不好看 虽然这次上新没有上 但是 我觉得很好看 忍不住先给你们看一看 这个是灰蓝色的 还有一个白色的 这个从去年设计到今年终于做出来了 就是李清照那一期的树玉文的冲鞋 我感动的眼泪都快下来了 是不是最好看 在B站的评论里 抽两个姑娘各送一双 不过 年前是发表货了 因为这个是还没上市的 上新的那天你会收到的 好了我是小乐寇 我们1月31号早上10点见哦 拜拜 来抢现货哦